除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处境这么恶劣之外 北韩又开始有动作 之前我们说过,我们估计是错误的 我们估计北韩早点进行核试 现在北韩的核试比我们估计慢 但是很明显是正在走着的 北韩过去十天进行了最少五次导弹试射 有三次是双导弹 即是说过去十天射了八支导弹 八支导弹是各有特色的 全部都基本上是一个要挟 不要只是看他觉得射了导弹这么简单 因为其中是第三、第四次两个导弹 虽然短程 不过导弹的轨迹 第一,它是贴海面飞行的 并不是弹道的,是贴海面飞行 而且去到要集击目标的时候 它不规则移动了很多次 即是说导弹本身可以受到导弹的轨迹 受到程式上或者遥控上的控制 导致它很难被截击 好了,去到昨天 它就发射了另一支导弹 这支导弹的要挟性更加大 这支似乎是火星12型 射了4600公里 它是一个弹道导弹来的 摸高,即是导弹的弹道最高去到970公里 970公里是比国际太空站还要高的 这些弹道导弹结果 就跌了在日本以东的太平洋 总共射程是4600公里 4600公里 跨越日本 还要比较不便的 就在青森和北海道之间的上空飞过 虽然不会跌下来 日本结果都要发出了 就是一个国民警告 J-Alert 呼吁青森和北海道的人 要去有遮掩的地方避难 即是建筑物或地牢里避难 好了,弹弹结果没有攻击日本 因为它是日本的很高飞过 基本上日本的领土 是处于整个弹道轨迹的中间 即是说,导弹的弹道轨迹 最高的点就是刚刚在日本 穿着大气层颠 再跟着跌下来在太平洋 就算它在日本上空生去动力 就算它在日本上空生去动力 箭体,弹头 要解释一下 一个导弹其实跟火箭一样 整个大部分的火箭的司令和桶 火箭体 其实就栽着燃料 就帮助太空船或弹头射上太空 所以当导弹摸高点时 它再坠下来时 并不会带着那支箭体 即是说导弹很大 那颗圆柱已经掉下来 因为那些是栽着燃料 帮助它脱离大气层 差不多脱离大气层时 那颗弹头 只剩下一个弹头飞 那颗弹头继续飞 它有一个向性 就算向性出现问题 出现任何意外 跌回到地面 它在穿越大气层时 这个导弹的可能大部分的物质 都会因为燃烧而烧毁 好了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导弹的结果是成功的 结果是射了到4600公里外 北韩发射地点4600公里外的 这个西太平洋上面 这个是什么的indication呢 它为什么要向日本方向射呢 它不是恐吓日本 它是因为 向日本的方向射 是最安全的 因为正如你刚才所说 如果它在北海或者清深 甚至南小小的地方经过 第一 那里是没有那么多人口密集的 因为人口密集 大家知道东京去到 就是上面几个 去到 上面几个 远都是比人口密集的 但是再北点去到清深 和北海道之间人口就没有那么密集的了 第一它非民口没有那么密集的地方 第二 就是刚刚那个日本的领土 是在导弹射程的中间的 而第三 就是跟着落地 就是说 最落地 附近都是没有任何国家 没有任何专属经济区 也没有任何住人的地方 或者小住人的地方 这个目的就是令到 北韩这个试射可以安全 如果向南小小试射的话 就有机会射到它 包括了 譬如 这个就是 冲城沿的地方 所以它向东射是一个最自然的方法 为什么射4600公里呢 这是警告来的 就是说 先前的短程的导弹 或者短射程的导弹 它在某程度上警告 你们未必拦截到我的导弹 因为我的导弹可能有超音速的成份 亦都可能有变轨迹的成份 好了 今次它射程这么长 它告诉比国听 如果美国插手 北韩未来的一个核事工作的话 北韩就会向美国的关岛 进行报复的了 而北韩本身的火星12型导弹 虽然是一个 弹体大 弹头小 所以你看到 弹体很宽 弹头很幼的 导弹本身可以载的一个 弹头可能只有500kg左右 破坏力可能不是很高 不过 北韩在第六次 即上一次进行核试的时候 它的轻弹已经是小型化了 是一个弧路型的轻弹 比起一半个人的高度 即是大一米的长度左右 即是说 其实本身这个火星12型的导弹 虽然它不是多弹头 但是它仍然可以载一个轻弹下去 轻弹可以造成 尼克特制6.3级的地震 即是说 它的核当量 大概是10-20万吨 是一个非常大型的核弹 核弹的威力大概是 长期 美国放下去长期的原子弹 威力到5-10倍 这是在说第六次核试 即是2017年5年前的一个核试 不是说现在 即是说 北韩是故意被警告美国 如果美国尝试破坏北韩未来的核试 北韩将会向关岛发射导弹 如果关岛发射导弹 关岛就会失去战略平衡 因为美国很大的兵力 尤其是空军 是团住空军和战略军载 都团住了班岛 如果没有了关岛的话 美国对于中国的制衡 就会失去了很大的意义 好了 北韩的警告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在2017年 都同样发生了差不多的情况 2017年北韩在8月29日 2017年8月29日 都是发射了一支洲际导弹 都是飞越了日本的领空 一样差不多的轨迹 目的就是同样警告美国 北韩有能力攻击关岛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跟着北韩在9月3日 即是凌晨 即是核试之后 即是测试导弹之后 大概五日之后 五日之后 他就进行了核试了 这是有原因的 因为北韩如果进行核试的话 本身就会封缉你的核试场 挖很多地底隧道 这个地底隧道是让他将核弹放入地底 放入由山体、泥去掩护住 是让他的辐射和爆炸威力 是由山体去吸收 他挖了很多隧道 要将核装置和引爆装置放进去 要大概几天时间 放进去之后 做TNC 保证所有装置接驳都是可靠 才可以进行核试 即是说 北韩有机会 他的track就是 试完一堆的短程导弹 将气氛紧张了 告诉对方听 告诉南韩、日本、美国 他将会有更大的动作 而且他也是密集地 是没有原因地不断地试射导弹 2017年一定是这样的 试射完一年之后 他就会试射一支长程的导弹 目的就是告诉美国 如果你搞我 我就可以攻击你 好了 接着他就会在五天之后进行核试 原因就是射完那些长程导弹之后 他给了一个非常清晰的indication之后 他接着就会把核装置 安装又去封溪里核试场 所以未来一两天 我们有机会看到监测卫星 是就着封溪里核试场 会有一些活动 包括了一些汽车 包括了一些运输的活动 好了 接着之后 有很大机会了 今天就是10月5日 也就是说 可能在10月10日 或者10月9日 北韩可能会进行第七次核试 美国有一个警告 可能他们有情报 美国南韩也有警告 北韩今次的核武会更加小型化 上次第六次已经小型化了 即是说这个核弹本身的轻弹 只是一个半个人这么高 大概他攀在桌上 金正恩围主要看 这是葫芦形的一个银色核弹 是他说是轻弹来的 装置结构和轻弹 即是说 理论的原理是正确的 而且他的确当时 是做了黎克特制6.3级的地震 即是说 他的确是非常强大的一个装置 好了 今次可能会装置更加进一步小一点 以及更加威力大一点 美国就说 预期北韩在核试方面 会取得一个比较大的进步 即是说 当北韩的核弹再小型化一点 再威力大一点的话 现在我们讲 北韩今次试射的火星12型的导弹 是讲的单弹头 但是单弹头500kg 可能北韩已经可以做到 4弹头放进去 即是把核武做到很小 而核档量相对小一点 而可以分开4个弹头 而从而拦截难很多 而另外 北韩另外还有 火星14、15、17型 那个全部都是多弹头导弹 如果北韩的核武 本身可以进一步小型化 即是说 北韩多弹头导弹 是更加容易 攻击到州制以外 即是美国 或者全世界很多的城市 原因是因为它很难拦截 好了 北韩的一个警告 可以对这个股市 可以对这些市场造成很大的气氛 今天 股市是上升的 今天看来股市报多少 升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美国连升了两天 昨天亚洲股市都上升了 所以今天港股应该都会上升的 那就看一看情况先 港股上升了732点的暂时报价 在做17,800点 今天虽然股市很壮黄 我劝大家真的不要碰了 因为未来几天之后 北韩可能还要核市 北韩今次核市 美国会不会上一次任它核市呢 还是说它在核市之前 会去战略轰炸它 就是会炸了它的核市场 等它的核市没办法成功 隧道倒了就成功不了了 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情况可能很紧张的 所以 我仍然呼吁大家暂时不要买了 如果大家觉得 我都会觉得是的 很可能在二十大会有好消息 在二十大之前 可能股市会站稳 但是现在距离二十大 还有12天 还有11天12天时间 这11天12天时间 虽然现在美国股市 亚洲股市涨了很多 但是这个升幅 很可能在未来这几天又跌回 接着可能真的去到 接近二十大才有机会 大幅上升 或者甚至显著做回 改善整个趋势 所以大家 是不是就知道股市 看一看 因为北韩这个灰犀牛 是出动了